在中国历史的战国末期 七大诸侯国中实力最强大的诸侯国秦国 消灭了其他六个诸侯国 统一了中国 秦始皇嬴政奋六世之渔猎 后继勃发 只用了十年时间便完成了这一举世伟业 而他手下人数庞大且战力勇猛的大秦军团鞠躬首位 因为自商殃变法以来 原本就无比强悍的秦帝勇士 拥有了完备的军事制度加持 让大秦帝国变成了一个恐怖而精密的战争机器 我们首先要感谢出土的大量古代检读 正因为这些宝贵的资料 才能让我们详尽而系统地了解秦国的军事制度 从而搞清楚秦国缔造战争机器的具体方法 首先 秦国采用的是全民皆兵的体制 从15岁开始 秦国人就要到军队报道 除了耕田外 必须接受军事训练 直到60岁 才能真正除极归农 对于立下大功的士兵 秦国允许他们提前四年就退役回家 从养老到送终 国家一手包办 这样的福利 对于秦国人非常有诱惑力 激发了他们奋勇杀敌的欲望 其次 大秦帝国士兵们的训练是全方位的 而且是非常残酷的 这点和罗马帝国的士兵们有一曲同工之处 如果训练不严酷 在战场上敌人就会置你们于死地 士兵们首先要进行对列训练 他们要熟悉鼓声 随着鼓声的节奏做出进退 向左 向右 立定等等动作 如果对列不齐 不仅士兵要受到鞭吃 连低级军官也将受到痛斥 除此之外 秦国士兵还要练习投石 弓弩射击 跳远 以及徒手和持蟹格斗 只要练不死 就要往死里练 在残酷的军事训练中 生存下来的大秦士兵 每个都成为了记忆娴熟 勇往直前的战场猛兽 在军阀上 大秦帝国将后赏与重罚相结合 后赏是为了让秦国士兵勇往直前 商鞅规定 秦人每杀死一个敌人 或者秦获一个俘虏 都可以刺绝一击 秦国一共有20个等级的爵位 随着爵位的升高 福利待遇也不断提高 所获的田宅和奴隶数目也在提高 有了爵位 不仅可以做官 而且可以用来抵罪 如果家人因犯罪做了奴隶 士兵的爵位可以让他们得到赦免 出于对爵位的渴望 秦军对于敌人的首级呈现出惊人的渴望 当战争开始 每一个秦军士兵都会像疯子一样杀向敌军 在商军书中记载道 秦民之剑战眼如恶狼之剑肉 在这样的战斗精神之下 秦军获得了令人恐惧的战绩 他们动辄斩首数十万 杀得敌人血流飘出 上面说完军阀中的厚赏 下面再说重罚 为什么要采用重罚制度呢 很简单 为了维持军队的纪律 即使在战场面临逆境 也让士兵们勇往直前 秦国的军阀是无情的 对于作战不利的人 惩罚尤为残酷 战场上群寻不前的人 当场就要戈鼻刺面 如果军官阵亡 就要加刑于保护不利的士兵 只有斩获敌人的首级 才能得以脱罪 秦军以五人为义武 如果其中一人临阵脱逃 其他四人连坐 脱逃者要在千人大会上 公开被车裂 以警校游 其余四人一同受罚 如果不能斩获敌人首级 四人全部要被处死 对于军官 秦国也有绩效考核 一个百人大队 如果在战斗中没有斩获首级 队长就要处死 在恐怖的惩罚面前 秦国士兵无人不争先 无人不为首级 而屠杀敌军 在严酷的训练 诱人赏赐和无情惩罚的洗礼下 秦军蜕变成了一只百战百胜的雄狮 成了是六国军队如犬羊的不败强军 同时 也让秦国成了一头巨大无比的恐怖怪兽 将血和火带给了六国 也带给了四方诸多的蛮蚁 从秦孝公到秦始皇的一百零九年里 秦与六国共计大战六十五场 全胜五十八场 斩首一百二十九万级 其中百起就斩首了一百万级 而且共计拔成一百四十九座 略军十四个 最后将整个六国都吞入腹中 大秦帝国利用如此严苛的军法制度 缔造了战争机器 那么大秦军团具体是怎么作战的呢 首先要强调秦军的装备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么先进 至少是不如六国军队的 秦弩虽然制造精良 但是和专门制造强弓禁弩 以及保剑的韩国还有差距 在铁制兵器上 甚至连燕国都比不上 但是秦国的武器配备相当合理 组成了一个有机高效的组合 秦军的先锋士兵多是弩手 所谓临阵三剑 秦军使用弩剑主要是为了打乱敌军的攻击阵型 掩护自己后排士兵的冲击 在野战中 弩剑并不像我们想象那样起到决定作用 这点张一谋的电影英雄严重地误导了大众 前锋弩手之后 是身着重甲的强悍武士 他们是秦军本阵的核心 他们密集地排布在一起 手持六米长矛和长脊一致向前 形成一个牢不可破的攻防力量 在重步兵两翼 是精锐的青装瑞士 而瑞士乃是整个战国最强大的特种部队 所谓齐国寄机之士不如魏国的武族 魏国的武族又不如秦国的瑞士 瑞士一般披青甲 充分保证机动性 他们无比娴熟 手中的青铜利剑可以轻易割开敌人的身体 当弩手和中间重步兵打乱敌人阵型后 瑞士就将呐喊着发动冲锋 把痛苦和死亡带给敌军 他们一手夹着俘虏 一手提着手机和利剑 嘶吼着追击敌人 他们的模样让敌人胆寒无比 不战自愧 通过强大的军队和不断的胜利 秦国的疆土和财富如滚雪球般不断增大 最终形成了统一中国的大秦帝国 统一后 秦军旺盛的武力和对财富的渴望仍有增无减 秦皇的利剑终于指向了匈奴和南越 最终打的匈奴人不敢南下烧杀劫掠 杀得越人俯首细景 伪命下力 但是大败匈奴和越人后 秦国大军却突然陷入了迷茫 他们深思道 我们到底接着要向哪打呢 我们要继续去哪里获取首级 爵位和财富呢 如果当时的秦始皇手中有一张世界地图 手下有凿开西域大门的张谦 他一定会挥剑向西 如同成吉思汉一样 将恐怖的战斗力硬刻在西方人脑中 可惜的是 秦始皇继没有世界地图 也没有张谦 大秦的军团迷失在蜿蜒无边的长城 迷失在酷暑湿热的南越 失去了鲜血浸泡的秦朝战争机器 终于生锈了 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内 失去了令人畏惧的战力 最终他们败在了项羽和刘邦的手中 在巨鹿之战中 秦朝最精锐的常备军团 长城军团 以及关中行徒军团一同覆灭 被项羽全部坑杀 而最后一支主力 关中禁卫军也在蓝田之战中 被刘邦全灭 使大秦军团最终走向了辉煌后的末路 而他们曾经的凛然沙阵 却被使皇帝创造的兵马俑 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穿越千年 直到今天 我们依然能从兵马俑军团中体会到 大秦军团 森森的恐怖战力